更换控制时期第一步先把这两根螺丝卸掉 这两根螺丝卸掉之后 然后把这个包头拿下来 拿包头的时候 先要把这里一个绑带拿掉 包头拿掉之后 然后把控制器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 然后把线头拔掉 然后拔线头的时候 拿一个新控制器 然后拔个线头 然后找到对应的线 然后接上去就可以了 拔掉一个线头 然后找到对应的颜色 然后接上 线头接好之后 然后把电池跟控制器通电的 然后接上 然后所有线接好之后 然后把控制器放在里面 然后放好之后 然后放好之后 然后把包头装上 然后放好之后 然后把两个螺丝都打上 然后把两个螺丝都打上 更换控制器就OK了 然后把电池编一下 然后把电池处切成